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 野火吞噬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超过8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家园 整座城市变成了炼狱 随着气温下降 火势也日趋缓和 但如何重建一片狼藉的灾区考验才正要开始 总理杜鲁多星期五巡视灾区后指出 中央政府将会拨出更多的款项 尽力的重建城市 让灾民恢复生活 摆脱灵活的梦魇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加拿大这场灵活毁掉的不只是大面积的森林土地 还有超过8万8千名灾离的美丽家园 总理杜鲁多星期五乘坐直升机 实地勘察灾区情况 当面赞扬前线消整人员的努力 肯定团队付出 并承诺中央政府将会成为灾民最强大的后盾 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灵活灾难 学校房子家园都受到严重破坏 超过一千两百名学省 被迫撤离到临时庇护中心赞助 一些孩子小小的心灵 经不起骤然改变的生活和环境 变得郁郁寡欢 相对的话他比这里的其他的孩子 他们的适应度要高 因为他熟悉这个环境 其他的孩子相对焦虑感就特别的强 他们刚来的头两天三天都不愿意下楼 然后都就是也不说话 随着气温下降火势趋缓 一些学省分批回学校上课 不过所谓破坏容易建设难 阿尔伯塔省内大城小镇灾民要如何收拾残局 让家园恢复昔日面貌 就得依靠中央与地方政府 以及民间力量一起行动 才有望从遭遇重创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中恢复元气